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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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山间美食 有的五彩斑斓 有的笑口常开 这些美食到底是如何制作的 好 注意表情啊 来 一二三走 哎 有兴 山上种植的荞麦 临间收获的蘑菇 这两种食材跟藏香猪搭配 如何成就一道豪横美食 不要多吃了咋 起啦 起啦 外皮色泽艳丽的汶安烤全羊 用到的三种秘方究竟是什么 相当火辣的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山间美食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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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是个美丽的地方 勤劳智慧的人们用色彩装点生活 用巧手编织幸福 味道调查员李延强来到这里 准备开始一场豪放的味道调查 首先要有一身像样的行动 来一声有气势的亮嗓 我就是万羊之王 良田千亩 碧草万青 从此我小强就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后期配个射雕英伦传的音乐 羊如果跑远了 就要用这个把它给吓唬回来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这里的美食同样让人念念不忘 鸡 鸭 鱼 牛羊肉 各色美食齐上桌 味道调查员此次要探寻的美食 有着五彩斑斓的外表 是当地人代代相传的一道美味 它到底是什么呢 味道调查员来到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山上 找到牧羊人马海龙大哥 据说马大哥家里就有一位制作这道美食的高手 一忧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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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 松手 落到羊的前面 是吧 让我们有请马大哥 闪亮登场 哇 嘿 得发现这一声 闪开了 现在是我 一 二 合 三 吼 吼 走 现在我是教练现在是 来 蹦 蹦 蹦起来 好 注意表情 来 一 二 三 走 优秀 后边这个跟上 一 二 三 走 跟着马大哥一起放羊 不知不觉间 已经到了中午 马大哥说 先带味道调查员 去吃一口放羊人的午饭 难道说 味道调查员要寻找的 五彩斑斓的美食 就要现身了吗 那一场 好喝 刚才放羊放牛的疲惫 一口就喝美 这事情还是摸牛的 干杯 干杯 你的事倒是把摸摸起来 这是自己做的吗 马大早给做的 那您多久回去一次 这不是等看天气的情况 十天半个月 您放牛的地方海拔有多高 三千七八亿了 就是那三千五辣椒 就在那个屋上面 马大哥说 他每次放牧 都要在山上至少待上半个月 这十几二十天中 他只能与牛羊为伴 吃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馍馍 今天 马大哥准备结束放牧 早点回家 看来味道调查员离 那个五彩斑斓的美食 更近了 在马大哥家中 味道调查员见到了 马家大嫂李清芳 她就是制作 五彩大摩摩的高手 这个有多少年 四五十年有的 我这个好沉啊 面的香味全在里边了 这个叫什么 就叫嬷嬷吗 清黑花这边是 她会就是呗 顾名思义 就是我旁边的 马大嫂 她会 在大通 嬷嬷几乎是人们 每天都离不开的主食 踏儿 花卷 油花 油饼 花磨 馒头 昆锅嬷嬷等等 在众多嬷嬷中 一定不能少的就是 五彩斑斓的大嬷嬷 味道调查员非常好奇 这大嬷嬷 能有多大呢 颜色又会有多喜庆呢 调查继续 那今天我们到地里 来找什么呢 五彩模 就是说香豆吧 这个是香豆 香豆 是绿色 绿色 还有磨本身的颜色 五种颜色 完全都是取材天然 对吧 对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做五彩模的 十七八九都会做吧 李清芳大姐说 五彩大嬷嬷有五种颜色 做好的五彩大嬷嬷 绽放如花 色彩艳丽 香味扑鼻 白面 牛奶 是制作五彩大嬷嬷的基础食材 至于具体放多少 就要全凭经验了 面揉得好不好 靠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手劲 白色的面饼做好后 接下来味道调查员心心念念的五彩斑斓的各种颜色就要出现了 都要先放点油 香豆 香豆 这是红区 这个颜色还很重的 颜色不重的话 不花 红糖 红糖 还是出这个黑色 每层面饼都分别涂上菜籽油 再撒上香豆草粉 姜黄粉 红糖 然后层层叠叠地落在一起 使红 黄 绿 黑 白 焦香呼应 变成了一个五层厚的大汉堡 李清芳大姐担心味道调查员手艺生疏 会破坏五彩大萌萌的造型 所以便让它做了个迷你版的五彩大萌萌 先给你做一个小的啊 好 放上一层 这样放上一层 这样翻过来 五层厚的大汉堡 还要用一个面饼包裹起来 就像一个大馒头 在大馒头外面 再放上小面花 来装饰点缀 李清芳大姐说 最后一步 就是把五彩大萌萌放到蒸锅里 完成华丽的变身 在热力的作用下 面饼慢慢膨胀 将外面的面饼逐渐撑破裂开 五种颜色呈现了出来 这就是大同人非常喜欢的美食 五彩大萌萌 红绿黄白黑 五种颜色象征着五股风灯 也寄托着大同人对新的一年 人寿年风的期盼 来 正长个儿的时候多吃点啊 每一个人做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虽然用料是一样的 对面的这种发面的时间长短啊 是吧 都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了 大哥笑啥啊 你那笑点呢来得那么突然呢 开心啊 那就对了 开心就好笑 新的开始 祝我们的生活天天明明 红红火火 一起干丢 走进云南省惠泽县 继续探寻山间的美味 蓝的天 白的云 红土地 绿庄稼 这是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结果 勤劳质朴的惠泽人 不负大自然的馈赠 将他们精心转化为舌尖上的美味 据说这个时节 是一道豪横美食的最佳制作时机 味道调查员首先要找到郭应国大叔 现在这个节节正好是这个桥组的风收的 正是收国的时候 正是相当好啊 用手拿着 再用镰刀 那么一格 斜着一格就行了 那咱们这个一会怎么处理啊 弄那堆 从上面一笼 就是一笼吧 就能立住了 就立住了 根部是一个三角形 首先立着抓住头 这么一抢 一架 就是站着了 在惠泽 桥麦又被称为桥子 郭大叔说 桥麦是他要制作豪横美食的左护法 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还得先跟着郭大叔把活干完 食至中午 就在田地边搭造生活 便是庄稼人一顿简单的午饭 再一共四个菜啊 哎 四个菜一哈 柴火炒的很好吃的 不要一热就行啊 对 好 哎呀 太香了 开饭了吃饭了 表姐都有你们吃的 表黄哥 大伙表姐都有你们吃的 都有你们吃的 都有你们吃的 表姐 为吃饭的快端活了 吃饱了 有的吃的 你表黄有的吃的 大哥来 随便们吃 炒肉炒豆腐 炒青菜炒土豆 宜素盛多荤 宜菜顶百味 太香了 怎么样 兄弟姐妹们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啊 好吃 行吗 太香了 谁想死我尝不尝 很好吃的 没有真香 对 瞬间我就提去了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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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个鸡肉不要咯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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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不豆腐 很下饭的 下饭了 田地边 一餐简简单单的午饭 慰藉着农家人的 鹿鹿鸡肠 吃一碗塞的巧克力 请你留下来 好 味道调查员在上午跟着郭大叔 收获了制作豪横美食的左护法 巧麦 到了下午 他们准备去采集 制作豪横美食的右护法 郭大叔说 这个右护法能不能找到 还要看运气 这不是吗 我看什么东西 野生菌 野生菌这是 我看看 哎呀 这蘑菇真漂亮 白白晶晶的 两个手指尽 这个有什么学名吗 这蘑菇 开荒菌 开荒菌 对对 郭大叔说的开荒菌 学名松乳菇 制作豪横美食的右护法 松乳菇 总算是找到了 那么这道豪横美食的主角 又会是什么呢 这猪吃得好啊 对 这个黑牛 他最喜欢吃我这个 哎 哎 哎 别激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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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咋 哎 哎 哎 行行行行 醒了 醒了 你看你们这 牛跟猪卷能 咱们这儿这个猪是什么品种 藏香猪 藏香猪 前地是西藏 西藏引到香格里拉 从那里引进过来的 这空气相当新鲜 呼吸的是氧巴 他喝的这个水是山泉水 猪一般在这草场吃什么的 他吃的就供草根 我觉得咱们这儿这个猪肯定是不寂寞 肯定不寂寞 这一片草场大概多大呀 3800多亩 两三天放这一片 再过几天也要放另外一片 放另外一片 藏香猪 又叫人参猪 绝麻猪 2018年 郭大叔从香格里拉 引进了108头藏香猪 几年过去 现在已经繁殖到480头左右 藏香猪 就是这道豪横美食的主角了 话不多说 先来抓猪 我一哈 我一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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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过来这么切 不好抓的 对 好好好 好 好 我亲手抓了 猪 抓到了 我吃不吃 哎呀 哎呀 哎 追 我幸亏没穿红衣服 我觉得这不仅锻炼猪 这个操作还锻炼了 大小 再抓一个吧 抓个大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 不仅要防猪 还要怕牛骨 来来来来 我抓住 豪横美食的主角藏香猪 左护法荞麦 右护法松乳菇 都已经准备到位 这道豪横美食 到底要怎么做呢 去沙上 采到野生机以后 就放在松乳菇上就烧了 这是大地的精华 原生菜 原生菜的 纯自然的食材 哎哎哎 这个蘑菇其实也是 就是用口烤也是最香的 最香的 对 小时候都烤过来 可以了 基本上可以吃了 这可以了啊 撒点盐 这味道是真不赖啊 清香的蘑菇的味道 而且呢 它这个水分还没完全烤干 水分没有完全烤干 再烤干一点更好一点 哎 松乳菇烤熟后 简单撒一点盐 就是当地人舌尖上的 至鲜美味了 烤松乳菇下肚 味道调查员还是不清楚 藏香猪 荞麦 松乳菇这几种食材 到底要怎么成就一道 豪横的美味呢 郭大叔 咱们这烤猪课堂开课了啊 坐着想上课 先放酒 放酵酒啊 料酒 荞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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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碗 荞麦 对 对 对 这酒还挺凉啊 对 这放酒是什么目的 放酒气腥味 这酒还挺香的味道 原来豪横美食的左护法 荞麦 化身成清亮透明 凉香浓郁的荞麦酒 均匀地涂抹在藏香猪上 为藏香猪去腥 那么豪横美食的 幼护法松乳菇 又要怎么跟藏香猪结合呢 那这酒抹完之后怎么弄啊 放香菇 放香菇 嗯 有细 来 哦 搓呀是吧 搓 搓上来 哦 我记得你说过这个菇啊 它是特别脆的 对对对 搓就能掉了 一搓就细了 脆嫩多汁的松乳菇 在双手的揉搓下 瞬间碎成渣 将搓碎的松乳菇 涂抹在藏香猪上 使松乳菇的汁液 渗透进猪肉中 为猪肉带来一丝鲜香 然后再将烤好的胡辣椒 一样搓碎 涂抹在藏香猪上 为猪肉提供一层辣香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腌制 猪肉有了浓郁的酒香 鲜香和辣香 接下来进炉开烤 藏香猪需要在烤炉中 烤制四个多小时 在这期间需要不断翻动 使藏香猪受热均匀 在火力的炙烤下 猪皮微微发黄 这时候就要及时刷上蜂蜜 这样烤出来的猪皮 才会有着诱人的色泽 和浸脆的口感 在火力蜂蜜 时间的三重作用下 烤藏香猪通体棕红 营亮油润 香气扑鼻 郭大叔说 这四个小时的烤制 只是奠定了烤藏香猪的 基本味道 要想使烤藏香猪香味升级 还需要再烤一次 郭大叔 咱们刚才切开这肉之后 为什么它要再烤一遍 首先第一道是上刺 第二道烤的更入味 等于它第一遍整猪 所以给它上骰的过去 对 上骰 现在咱们分开之后 让它更好的入味 让它入味 这个道理 切成小块的烤藏香猪肉 再次制烤 油脂滋滋作响 香气更加浓郁 味道调查员不禁食指大动 经过两次烤制的烤藏香猪 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这个味道讲远 像薄脆一样 非常的脆 不愧是有名的烤藏香猪 太棒了 我不得不为这个烤藏香猪 点一个大大的赞 手动点赞 简直就是人间享受 来 干杯 在郭大叔和乡亲们的精心照料下 他们养殖的藏香猪 各个飙肥体壮 卖出了一个好价钱 郭大叔打算明年带领大家 扩大养殖规模 期待明年继续有个好收成 贵州省前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 问安县天文镇 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 大片的山林草木为羊儿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草料 宋林飞就是当地养羊 烹羊的一把好手 据说宋林飞抓羊靠的不是手 而是嗓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有时候叫一叫他就过来了 长时间的活在一起了 他就有感情了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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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回家了 快来 是不是 来了来了 是不是美女 是不是都不听你的 就是大哥喊第一声回家了 所有的羊统一的姿势 一下那个头就扭过来了 我看您这儿的羊 好像有好多不同种的品种 黄的那种 它就是我们那个前北麻羊 贵州的本地品种 黑石的那个 它就是这个卢比亚山羊 温安人对于羊肉美食的迷恋 可以说到了极点 自然羊肉 浓郁的自然原香 与羊肉搭配 一口一口停不下来 酸辣涮羊肉 酸辣的汤底 淡化了羊肉的山味 吸饱汤汁的羊肉 吃起来酸爽刺激 用薄荷加持过的黄嫩羊肉 在浓香的基础上 又多了一丝清爽 彭羊好手宋大哥 准备用肉质细嫩 山味较小的 努比亚黑山羊 制作烤全羊 据说他制作的烤全羊 外皮金黄油亮 焦香酥脆 内里鲜嫩多汁 肉质软烂 羊肉味清香扑鼻 宋大哥说 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从腌制羊肉开始 就不能马虎 首先第一步就是用啤酒 把它腌制好 上啤酒 五瓶 要把它泡起来腌制 咱们的小羊 今晚也有口福了 不醉不贵 用这个啤酒 加上的话就把它 这个汁刷在这上面 这样刷我能不能理解为 像是挂一层皮水似的 对对对 它就是要把它腌制 像我们家那边湖北 吃小龙虾的时候 就爱放啤酒 但是很少在烤全羊的时候 用到啤酒 它主要是起到真香的作用 啤酒是去山提香的好帮手 将啤酒反复刷在羊皮上 至少要刷20分钟 啤酒中含有的二氧化碳 可以起到松软 结地组织的作用 使羊肉的肉质 更加软嫩绵密 细腻顺滑 所以啤酒 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 第一个秘方 这个应该是小茴香吧 这个不是茴香 这个是茴香籽 乳口里面还有一点微辣的那种感觉 再看一下这个你认不认识 白口 耶 你这么惊讶 对对对 这个有点像松树上面 它这个叫碧波 碧波 对对对 它起到它有真香保质的一个作用 保质 所以咱们今天做一只羊 要用到这么多牌的调料 我们有比例的 像是我们今天做到50斤这只羊 茴香籽 我们有这么多就可以了 所以您差不多一抓就一个准 用的时间长了 都有这种感觉 心中有一感觉 心中有说爱 对对对 其实量不是非常的多 量不是非常大 它如果大了的话 它就没有养出本身的味道了 将沙仁 草果 白纸等十多种调料 放入石灸中捣碎 在导致的过程中 调料各自的甜 香 心等味道 被激发出来 然后又相互交融 这熬了不一会儿 这个汤的颜色就变了 香味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水蒸汽里边都透着浓浓的香料的味道 对对 然后它的汤色也变成那种红棕色了 蒸舌 蒸香 还有其他这个作用 把制作好的调料加到水中熬制 让调料的香味尽数释放到水中 一锅清水 转眼间就变身成了香味浓郁的调料水 这锅调料水便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二个秘方了 将调料水晾凉 放入羊肉 再加入几片薄荷 为调料水增加一抹清爽 这样腌制24个小时左右 让调料的复合香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纤维之中 咱们不是做烤全羊吗 怎么又开始起锅烧油了 主要是用在后面我们烤的过程当中 它起到滋润这个皮的作用 加我们的这个炒果 北香果也是选一个中等的 沙仁 北扣 比波 放我们的汁子 蒸舌 像有时候做黄豆腐啊 包括原来染布的时候都会用到它 它是植物染料 它就是以示我自己独创的一个小秘密吧 独骄 我自己独创的 这有一点点像炸葱油 把这个香料的味道 还有我们这质子的颜色吸走之后 它们就不需要了 不是不需要了 捞出来之后我们还进行下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香料放在里面 浸泡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 才能够达到我们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油的效果 宋大哥调制的油可不一般 只见他将调料放到油中进炸 使调料香与油香相融合 这调料油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三个秘方 据他介绍 在众多调料中 山枝子最为重要 因为它是使烤全羊色泽金黄的关键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把羊弹上烤架了 在调料水中腌制入味的羊肉 饱满风鱼 用铁架支撑定型 用铁丝捆绑扎牢 将密质调料油 均匀地刷在羊肉表皮上 慢火制烤 翻转受热 耐心等待一个小时左右 美味就要诞生了 这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它不仅是它的颜色非常的亮 而且我感觉非常透 可能打个光我就能在这直接照镜子 现在要改刀再烤上20分钟 让它二次入味 这个羊皮会有一点点像划开果冻的感觉 会有弹性 你看我这划得够深 里边像打开什么拔门似的 它不就是一直往外流 经过烤制 烤全羊的颜色由金黄转为红棕 刀锋过背 露出内里软嫩多汁的羊肉 改刀后再刷一遍调料油 继续烤制 让羊肉更加入味 色泽也更加油亮 都来挑一挑自己想要的哪块肉 蘸蘸胡辣椒 哎呀 满嘴清香是不是 你确定是清香吗 对呀满嘴清香的呀 相当火辣的 对对对 而且可能是因为带皮烤的缘故 它这个肉里面的汁水被锁得非常好 会比普通的烤羊会更加的鲜嫩 折折香的肉 欢迎各位 干杯 干杯 切下一块羊肉 蘸上问安当地的手搓辣椒 一口咬下去 羊皮薄而酥脆 羊肉嫩而多汁 丰富的口感和复合的香味 在口腔中不断延展绽放 回味悠长 几天休整过后 马海龙大哥又将上山放牧 李清芳大姐给他带了充足的嬷嬷 可以好好学习抱在他 好棒好棒 来给孩子掌声鼓励一下 郭印国大叔一番考察评估后 决定带领乡亲们 扩大藏香猪的养殖规模 宋林飞大哥驱赶着羊群 前往山野更深处 准备寻找一片新的牧场 美食 总是在生活的不经意间 展露身影 无论是继承传统 还是二次创造 人们将对家乡的热爱 寄予在食物中 弥漫在唇齿间 流淌在岁月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